什麼是雜劇 什麼是原曲 用今天話講就是 電視連續劇跟流星歌曲 在元朝統治的晚期 我們客觀的說 城市經濟反而是很發達的 他為了要讓中央政府 能夠充分掌握地方的這些資源 不只是開國的武將而已 包括這些手無寸鐵的文官 都被朱元璋用非常殘酷的方式加以清算 不是逼死的 就是殺光 歡迎收看今天的互來座談 不是互來亂講 是認真來座談 今天我們邀請到我們的王立北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歷史了 學長好 嘿 主持人好 還有全國的觀眾聽眾們大家好 我們最近在土地制度 從土地制度 或是從社會的面向 去切入看中國歷史 我們已經漸漸的往了越來越近代來發展了 那上一期其實講到蒙古帝國的崩潰 有講到說沒有善治 就是說他治理的體制是很有問題的 包括提到像是曾經有 在元順帝時候的一個宰相叫博言 他說要禁除華北租民 就是要把華北的漢人殺掉 我們來放牧吧 就這麼荒謬 但是雖然順帝在了很久 其實他也算是被定位成一個昏君吧 或是亡國之君 這樣的角色 但是在他的治下 或者是說在整個元朝的社會經濟的發展 還是有一些可取之處 一些比較有名的 比如說我們常講在元朝 河南到江浙江西湖廣 甚至在四川這一帶 其實都有很豐富的 尤其長江沿岸 中下游這一帶有非常非常熱鬧 跟豐富的民間的這種經濟的體系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元朝的形成區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幾個省 比如說河南江北上次有提過 是金朝的最後的統治的地方 江浙江西湖廣 這個地方是宋朝原本治下 包括四川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也有現代行審的 一個初步的模型 那最有名大概就是在民間經濟這一塊 那民間經濟有很多 比如說像元曲的發達 比如說像這位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 關翰青 那我想以前都背過 關翰青 馬志遠 白埔等等 這所謂元曲四大家 學長當時的社會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所謂的讀書人 跑去民間 他們也沒做官對吧 沒有 他們連科舉都沒有參加 要不然就是當一個小粒 地方上當一個小粒 最多就是這樣子 那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一些中國傳統的士大夫 剛剛主持人已經講到 這個元朝統治的確不上軌道 但我們上禮拜也說過 就是說元朝統治 它還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區域上的差別 華北的狀況比較不好 因為有各種原因 我們上次說過 但是在整個江淮以南的狀況 就跟華北差別很大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元朝他因為我們上次有講過 就是說他因為顧及到他整個帝國的稅收 所以他對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 以及江南地區的城市經濟 還是盡量不給予太多的一個破壞跟干預 這個當然他是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做法 所以基本上江南地區尤其長江下游 像那個松江府杭州府江寧府這些地區 還是保留了一個相當完整的一個城市經濟的狀況 這個我們從那個當時來中國的外國人 像馬格波羅拉或一些傳教士 有一本書各位可以考慮 考慮去看就是叫大韓之國 史景先生先生所撰寫 台灣的商務印書館有翻譯 大韓之國就在講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之後 主要他們在活動的地區 就是我剛講這個江浙地區的 長江下游這個城市群這裡活動 可以記載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整個中國城市經濟繁榮的一個狀況 製造業包括什麼絲綢 棉紡織 另外就是包括什麼瓷器 另外其他的各種的服務業都非常的發達 我們知道這個遊牧民族 本來就比較重視商業 比較重視經商 再加上我們剛講 我們上次有說過 因為歐亞大陸都在蒙古大漢的統治之下 所以相對而言 他有一個我們也可以說是一個蒙古秩序 大蒙古秩序的這樣一個統治 所以當時的海內外貿易都很興盛 這個回回商人的活力非常的暢旺 那中國商人也不遑多讓 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有講過周大官 他受這個大漢的命令 出使這個中南半島各國 他就是一個商人 汪大淵周大官這些人都是元朝時候的人 然後都非常的活躍 所以當時的製造業發達 城市經濟繁榮 人口大量的向城市方面集中 這都塑造了一種需要 就是市民生活的一種需要 我們知道其實市民生活在南宋的時候就非常發達了 到了元代就更新發達 我想有一句話講 叫做生命自有出路 中國的讀書人在當時因為不太可能到元朝的朝廷裡面 獲得所謂一官半職 可是民間的這種創作力量還是持續 那怎麼辦呢 城市經濟就給了這些讀書人一個出路 所以當時的元曲元雜劇 張回小說都在這個元朝完元 元朝最後二三十年的時候有一個高度的一個發達 什麼是雜劇 什麼是元曲 用今天話講就是電視連續劇跟流行歌曲 為什麼這些人他的創作量很大 而且內容很豐富 而且他們講的都不是什麼國家大事 宗教結義 都是講民間故事 就是講甚至有一些什麼七情六欲 飲食男女 講這個才子家人的故事 大部分都講這些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要貼近市民的需要 所以在元朝統治的晚期 我們客觀的說 城市經濟反而是很發達的 再加上我們剛講的這種情況 很多文人還投身到 融入到整個城市經濟裡面去 所以也製造了一波創作上的高潮 各位不要小看元雜劇 元戲曲 這個元曲元雜劇跟張回小說 這個後來到了明清之後就大放異彩 嗨端就是在原末 這個後來成為中國地方 或者說中國整個俗文學的一個主流 所以元朝他還是有 就是他的統治還是有一個 因為他的統治策略的關係 還是有一些正面的效益跟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講 海外貿易也非常興盛 當時中國的商船跟 阿拉伯回教徒的商船也在中國各港口 都非常的頻繁出現 有許許多多的社牧人在中國南方城市定居 今天保留這方面遺跡保留的最好的 就是福建的泉州 泉州有清真寺 有波斯的仙慈 仙教就所謂的拜火教 拜火教 對沒錯波斯的仙慈 我們就可以從這一些留下來的遺跡 就會看出來 當時的一個繁榮狀況 今天很多福建人的後代都是當年社牧人 比如說福建的馬家 姓馬的馬家 福建的薩家 就是薩孟武教授的薩家 這些都是他們的祖先都非常清楚 都是當年的社牧人的後代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來說就是 他這個經濟的發達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人會去投身 比如說元曲的創作 這跟元代的特質也有關係 我幫學長做一些補充 就是說因為元朝的皇帝 基本上這些蒙古人 不太學漢字漢語 他們可能有一些有粗通漢字漢語 但是你要說要達到一個 什麼比較高的水平嗎 大概是 打相對言論自由這個時候 對相對比就沒有 所以他也不管你要幹嘛 而且蒙古人的執政特色 就是基迷制度 事實上同樣的狀況發生在哪裡呢 一樣發生在蒙古人統治 他在其他的地方 特別像是對俄羅斯 這些地方 他雖然在初步到這邊的時候 殺的絲堆成山白骨遍野 可是當整個統治穩定下來之後 他基本不太管當地在幹嘛 你交稅就對了 我林北就是老大 然後你就是任我大韓式老大 至於其他事情我就不太管你 所以就湧現了一大波的 這樣各種創作的人才 那這些人才當然 因為蒙古人也不太開科取 雖然已經有開科 但是取勢的狀況一直不是很好 剛剛學長說到就是背景嘛 所以譬如說很有名的羅冠中 也是圓末明初的三國演藝 現在已經成為神作了嘛 尤其在Koik 日本光榮集團 他的遊戲裡面呢 到處都是三國演藝的意象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有這麼多三國的遊戲 其實三國演藝是最保留原始張輝小說面貌的 因為他每一張的架構每一張的篇幅都 如果各位有去比較一下 他跟後來明清的《紅樓夢》啊 《金平美》啊這些小說比起來 你可以發現他的故事相對簡單 他每一個章節的篇幅不會太大 他還是保持了那種畫本 從宋代以來那種畫本 所以這也就是造就了這個 元代雖然就是在這個統治上面 他不是一個相對好的一個機制 因為他事實上 他也承襲了經朝那種不是很完善的制度 就是統治上 可是整體來說 就是他的民間反而得到放鬆 尤其是在原本被高壓 雖然有重負 這也必須說啦 尤其是剛才學長有提到說 這江南的地區有 雖然有重負有什麼 不過大體來說 因為統治的不夠深入 所以呢 反正老百姓就自己搞自己的吧 在統一時間 其實又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蒙古人對於統治的不上心 但是他們有一件事 爭權奪利 倒是他們很常幹的事情 所以到元末的時候 就產生了所謂的內戰狀態 學長是不是跟我們說一下 元末有多亂 稍微說一下 從兩個方面來看 這個問題非常好 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元朝的統治 雖然不上軌道 但是因為他的不上軌道 就產生了幾個效應 除了我們剛剛講 反而讓文人有比較多的 一個創作空間 繁榮的城市經濟之外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元朝在他的統治之下 有大量的外族來到中國定居 我剛剛已經講 比如說像在福建 就有大量所謂社務員 對不對 來中國定居 其實華北各地 華中華北各地都一樣 有大量的這些外國人來中國定居 其實元朝的時候也算是中國民族 又是一個民族融合的這樣一個時期 但是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之後 除了他們來中國定居之外 還有一點 就是他們把他們的宗教也大量的帶到中國來 像伊斯蘭教像摩尼教 像我們剛前面提到的敗火教 這些因為元朝的統治不上軌道 黑暗殘暴 所以使得中國的中下層社會 試圖在這些宗教信仰當中 找到他們的一種歸屬感 所以到了婉原之後 元朝的中後期之後 這些所謂的秘密社會 主要以宗教作為號召秘密社會 他們的人數跟勢力就有很大的擴張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 繁榮下的一種潛伏的危機 第二點就是剛主持人說的 我們知道元朝從忽必略登基之後 因為他德國不振 我們上次有講過 德國不振 所以元朝他的皇位到底要怎麼傳承 始終是一個很大的爭執 貴族集團之間各個不同的 就是黃金家族之間 各個不同的集團之間 就不斷在搶奪大原帝國的皇位 到底是要恢復過去的選漢制 還是要學漢人的敵長子繼承制 這個一直都不上軌道 所以這個結果是什麼 再加上我們上次有講過 他各地的這些王爺們 這些蒙古的王公們可以任意圈地 有自己的土地 有自己的人民 就是形成一種變相的軍法割據 這種情況到了元順帝即位之後 依然沒有改變 我們知道元順帝 其實我們嚴格講起來 他除了迷信 吐蕃的喇叭之外 嚴格講起來他也沒有大過惡 嚴格講起來 他一開始還想振作 他用了一些好人 像我們上禮拜講說 像托克托 像拓拔太平 他也用了一些好人 他希望能夠重新把中央政府的權威 再建立起來 然後推動一些改革 然後改善元朝的狀況 但是他能力不行 所以很快的 他還是沒有辦法拗得過這一些 所謂的這一些 軍閥勢力 地方軍閥勢力 所以到了元順帝的中晚期之後 元朝逐漸就變成一種分崩離析的狀態 因為還有一點就是他跟元朝貴族之間的鬥爭 他跟他自己的老婆甚至都有鬥爭 這個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沒有時間細講 簡單說就是他朝廷裡面分成好多派 不同的派別 像這張圖就蠻好的 這是當時天下大亂的初期 當時在華北實力最強的就是所謂的王寶寶 其實王寶寶是他的漢名 這個人的漢名 這個人的全名叫郭闊鐵木耳 他的養父就是沾寒鐵木耳 這些都是在河南山東一帶擁有非常強大軍力的蒙古貴族 反而是這一些軍閥成為當時元朝在中國境內軍力的主力 反而元庭就是他的北京大都的中央朝廷 反而沒有太多的兵 另外在圖上看到北方有個叫波羅鐵木耳 有看到嗎 郭郭鐵木耳底下又分成好幾個系統 什麼李思琦又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系統 所以這個國內有派 派內有系 各個軍閥之間彼此間相互割據 結果最可笑的是等到天下大亂之後 這個所謂的紅金軍 就所謂的白蓮教或是他民間稱作教育 龍鳳政權 對沒錯 叫這個明教開始造反之後 紅軍造反之後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這些元朝的部隊其實是很有希望 很快就用軍事實力把這些所謂的造反的勢力把鎮壓下去了 結果是他們彼此間相互征戰 互搶地盤 好多次關鍵的時候反而是元朝自己的軍隊在北方打得一哈糊塗 所以就給了這一些 本來是烏合之眾的 這漢人的反抗勢力怎麼樣 給了他們喘息機會反而是越來越強大 最後的結果元朝嚴格講起來最後就是在這些蒙古貴族 自相殘殺之下亡國的 袁木剛才講那個托克托 就是有時候在漢人史書一般叫托托 托托都可以 對那他因為這都翻譯的就是很多稱為托托托托托是個很賢明的宰相 其實上一起來我們有講到他跟他的伯父那個伯延其實很不一樣的人 伯延就是一個很出辱沒有文化的一個傳統在草原上成長的一個蒙古貴族 他就是他所以他還會講出這種華北禁除 禁除這個漢人這樣的說法 可是脫脫就在鬥爭中死亡 他被赤字禁那就掛了 那就這樣就死了 莫名其妙就掛了 對那他是漢化程度很高的 所以他反而呢他是在元朝的官僚體制裡面他是具有 他是具有能夠平伏漢城 你看一件事你看一件事就知道 他很想讓元朝成為中國的正統王朝 對 所以他鞭撩死今死送死 他鞭很多希望能夠 對就我是正統王朝後朝鞭前死 對另外你看他也選擇性鞭嘛 西夏他就不鞭嘛 因為西夏就是偏單的王朝那不理他 對不認為他是正統 對你佔據忠勇我稱你正統 但是聊是戰記忠勇 他希望能夠壓制我剛講的 這一些蒙古貴族的勢力 能夠推動一些改革 因為元庭當時是非常弱的 你想想看所有這些土地都被這些軍閥佔領了 他有什麼 也等於把元朝的這個大都朝廷跟南方也隔絕 也隔絕起來了 所以元朝當時的狀況就是這麼不好 脫脫的失敗其實就等於元朝注定要亡國了 就等於注定要 因為他是元朝的中央政府 試圖把權力收回的最後一次努力 也可以說是元順帝的最後一次努力 那這個事情做不起來就沒辦法 其實他的死亡本身也呈現了一個就是 當時皇帝被迫給聽命於這些蒙古王公貴族們 因為這些人從來沒有被收回死權 當時甚至民間還盛傳元順帝是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 就是那個應該是宋公帝 就是最後在杭州投降那個宋公帝 所以你看有這種荒唐的傳說出來 而且民間深信不疑 其實這些傳說後有人考證就是蒙古貴族自己放的 因為要鬥爭是鬥爭 對說他德國不正 到這種地步了 這個元朝到了後來就是 其實他的貴族集團之間的鬥爭 是他亡國的一個導火線 可以這樣講 而且蒙古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從來沒有真正的 就是元朝從來沒有真正的把整個統治完全的落實 他在原本的寵帝或者是在金朝所自製的區域 可能還有一些因為他有這些既有的官僚體系 可是在北方因為在金朝末年天下大亂的時候 他有非常多的這種所謂割據勢力 各種的土帥土豪 這有點像五代十國或者是 也不是五代十國 東漢末年三國剛開始的時候很亂 對有些像 所以這些很多人他們的權利 其實還是跟這些王公貴族做結合 所以他始終他那個結構問題沒有解決 那另外一個要來跟學長請教就是說 這個龍鳳政權是一個很奇葩的一個政權 他當然他是由紅金軍 也就是我們後來講到有時候叫明王 小明王啊 其實這個導火線是在於黃河水患 是 因為黃河水患非常嚴重 當時元朝政府也請了專門的水利工程師 然後把黃河做一番次 這個制合是成功的 為什麼因為在往後大概差不多40年 黃河沒有嚴重的水患啊 當時這個增掉17萬民工 在河南山東這一帶啊 其實這個就等於是給了當時 明願已深的華北地區一個造反的一個機會啊 尤其在這個民工當中有相當大 就是我剛講前面已經被秘密社會所吸收 黃金所吸收啊 當時據說在這個制合完成的時候 就從黃河的這個老的河床裡面 故道啊 老的河床裡面挖出的一個石頭人嗎 當時有一句民謠叫 石人一隻眼 跳動黃河天下反 當時由這個 黃金在北方的領袖啊 就是劉福通 韓山童 這兩個人所率領領 當時他們還說這韓山童是宋徽中的八四孫啊 所以他的國號叫宋嘛 其實這個時候鬼扯 宋徽中被送到黑龍江去了 怎麼可能還有你這個小孩對不對 這是鬼扯的啊 但是他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號召力 有宗教的力量 民族的力量 就他講他是宋徽中嘛 所以很快在華北地區 在山東啊 一直到河南到安徽的北部這一帶 就有非常大的一個勢力 而且當時全國各地啊 不論是南方北方 起來反抗元朝的都打著紅金的旗號 像湖北的徐壽村 這個把徐壽村殺掉 繼承徐壽村勢力的陳友諒 另外南方的像安徽這一帶的郭子欣 後來繼承郭子欣的主要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朱元璋啊 這些人他們都打著紅金的旗號 所以當時全國各地到了 大概治元20年左右 就已經是一片野火燎原之勢了 從南到北 這個本來元朝在軍力上面還是有優勢的 但是我就是我們剛前面講他內族 貴族集團內部鬥爭嘛 他的伯多鐵木耳跟這個郭闊鐵木耳 就王寶寶 反而大成一團 這邊先講一下很多蒙古人後來改姓王 留在中原的蒙古人改姓王 因為他們以前當過王嘛 就稱自己為王啊 就稱自己姓王 所以很多山東河南河北 這代姓王的人可能都是 包括我家在內啊 說不定都是蒙古人 都有可能啊 好啦這是題外話 我要講就是說當時蒙古的內戰 再加上秘密社會的起義 這些都是蒙古 後來導致亡國的一個根本原因 不過朱元璋最厲害 因為他除了起義之外 在南方他的戰略也正確 第一個他結合南方的地主相聲集團 就是你看他後來他的開國幹部裡面 什麼宋連劉基李善長等人 都是這個集團的人 一方面二方面是他當時一開始的 他的局勢其實並不好 他雖然收復了南京 但是他的旁邊臥榻之色 蘇州就有另外一個強大的勢力 張士誠 張士誠是個知識分子 另外在他的側翼 在他的算是他的左翼吧 有一個兵力比他強好幾倍的陳友亮 陳友亮當時已經佔領兩湖 而且福建廣東這一帶的勢力 也都奉他為共主 所以一開始大家比較看好 南方的領袖是陳友亮 台灣的以前的寡虎對不對 歌仔戲 最喜歡演臭頭紅武軍 臺灣這個 甚至民間還有傳說 說這個陳友亮跟 朱元璋是親兄弟有沒有 當這個鬼扯的啦 他們兩個一個安徽人 一個湖北人差太遠了 不太可能 你就想這種兄弟情仇的事情 在布袋戲以後來就發展成 那個史燕文跟忠章裡 民間的傳說常常都是這樣 喜歡強調所謂的天命嘛 反正後來這個情勢就發展成這樣 北方的軍就是北方的元朝的軍閥之間的 的內戰反而幫他們彼此之間勢力 牽制住 這個王寶寶 後來擊潰了在北方的這個紅金軍 紅金軍雖然一度也威脅到大度 但是畢竟是烏合之眾啦 當這個元朝的軍力反割一擊 就很快就把紅金軍在北方的力量就擊潰了 因為紅金軍在北方跟在這個華北地區跟元朝的這些軍閥 他們混戰的結果 反而掩護了南方的勢力 他們的發展 就朱元璋、陳友諒這些人就可以逐漸發展起來 那朱元璋在這段時間 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決定 應該說兩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第一個他提出民族主義的號召 各位驅逐大陸 混逐中華 這個不是孫中山先生提的 這個是朱元璋 據說是宋連劉基這些人給他的建議 哇這個口號光明正大對不對 驅逐大陸恢復中華 另外一個就在戰略上 他採取攜手東攻的戰略 他先打張士誠 再打陳友諒 這是正確的 這個果然經過幾年的混戰 這中間的戰況當然非常的激烈 尤其跟陳友諒 在洞庭湖上兩度大戰 這個柏陽湖大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內核 水域上面最大規模的水戰 據說雙方參戰的軍力到六十幾萬人 到這種地步 這個打得非常的慘烈 最後朱元璋獲得了勝利 一割擊中獲得了勝利 這裡面有很多傳說 譬如說這個 陳友諒可以攻過去的時候是順風 就突然之間風向逆轉了 然後因為在湖上打仗 就是順風逆風落差很大 而且湖是一往無止 民間關於朱元璋陳友諒的傳說 非常的豐富 甚至民間認為說因為陳友諒 據說陳友諒小時候他家環境比較好一點 據說小時候他穿了耳洞 破相 所以導致他沒有辦法得天下 有各式各樣的傳說 說這個朱元璋有 他什麼小時候他經過這個寺廟的門口 那佛像都會站起來像他鞠躬啊等等 這些傳說 但是這些都是民間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樣傳說 因為朱元璋滿足了民間的一個想望 他出生中國的基層社會 而且是非常基層的社會 他的父母據說死於饑荒 安徽奉養人 他的父母據說就是在元朝末年的時候活活餓死了 他當過小偷 他在用今天話說他在派出所留下案底 曾經被逮捕 當過小偷出家當過和尚 後來他在蘇北到安徽這一代流浪 他加入了紅金軍 所以其實這也側面反映出一件事就是 朱元璋對中國民間的疾苦非常的了解 他知道百姓到底需要什麼 所以他對士大夫也有一種天然的仇恨 你也可以說是一種階級仇恨 對上層階級是絕對的不信任 最後就演化出他對家天下的渴望 因為他知道江山得來不易 要如何的鞏固他的江山 那如何的跟所謂的上層階級 這些所謂的地主鄉村政府官員做一些周旋 如何約制他們的力量 就成為朱元璋整個他在王朝開國的時候 他的一個基本的構想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 我先來做幾個補充 就是說剛才其實學長有提到 前期打仗的一個問題 我做一點點小補充 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這個有一個龍鳳北伐形式圖 這龍鳳政權其實就是 北方這些紅金軍的主力 他們當時花了大量的時間 在跟圓庭死客 一路在竄 大家可以看這個形式很誇張 那這是竄 怎麼竄的呢 翻過太行山 然後進到山西高原 又跳出太行山 又滑到華北平原 又翻出去 然後再從大同打上都 一路到遼寧 最後在 甚至一路打進了哪裡 一路打進了這個朝鮮高鯉 對打到了朝鮮 打到了朝鮮半島 打到高鯉 他沒有戰略他亂打 他的兵力是奔散的 援軍在後面一路趕 而且這些人也很厲害 這些雖然是農民起義 這元朝部隊追不上他們 一路跑一路跑 跑進了高鯉 在高鯉裡面跟朝鮮人死客 後來當然是 因為朝鮮人其實戰力是非常強大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不爭之果 只要打朝鮮基本 這國家很容易就滅亡了 其實龍鳳北伐跟後來明朝末年 李志誠張憲宗的狀況差不多 他們沒有一個 甚至還不如李志誠 李志誠他也知道集中兵力打下北京 他連這樣的一個概念都沒有 他就一路打 他們這個沒有佔領的概念 他就是戰了 跑到哪裡 拿完再下一戰 所以打到上都也是很誇張 因為上都已經打到末南草原去了 所以事實上這邊做個補充 就是說他其實沒什麼戰略 但是他這樣亂打 然後為什麼有這樣的空隙 就剛才學長講到的 因為北方其實蒙古各部之間 什麼王寶寶看起來很大 是他下面的人彼此之間 也是有互相拆棄 所以才給他那麼多空隙 他下面的人造反很多次 什麼李思琦這些人造反過很多次 而且大家也不肯出權力 所以就是找著這些農民就到處跑 然後這個園區就到處追 然後每次都要大都震怒就對了 後來朱元璋北伐的時候 常玉春跟徐達快要打到北京的時候 元順帝向這些軍閥求援 結果竟然王寶寶還在跟李思琦兩個人在鬥 在死客 在山西陝西在鬥 所以他的兵帝竟然被牽制到那邊 當時元朝還有很多部隊 竟然是因為為了跟自己人死客 沒有辦法去救大都 就可以知道這有多荒謬 有多誇張 真的很荒謬 所以其實這個有時候歷史很有趣 就是他有一個延續性的混亂 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其實在當初元氏祖電鼎中原的時候 其實就留下很多的禍端了 就剛才學長也提到 所以我們看歷史要從縱向跟橫向去看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一開始講 上一期有講到 元朝其實對於整個土地的控制 其實是很不足夠的 他對於整個掌控是很不足夠的 另外要來做個補充 你看唐約軍閥的勢力大到什麼地步你就知道了 元朝的中央政府其實控制不了地方 基本上 要不要繳稅 要不要兩朝 全部都要明治才決定 這真的很荒謬 另外就是剛才學長提到說 所謂的家天下的渴望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朱元璋後來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朱元璋死後 建文帝四年之後 就到明城主朱棣 當時就起兵 其實他統治沒多了他就起兵了 就是屑反問題 因為他造了很多的反網 有人說是有點模仿 就是說以前周代封建 其實我覺得不是 他其實看到的就是元代 元朝就是把朱王封出去 所以他就這樣到 就互相火拼 那這火拼 就等於是北方的朱棣就起兵 然後就跟南方火拼 就跟當時的南京政府火拼 然後最後朱棣就入主 入主就所謂的禁難之變 然後就導致了朱標這一席就滅亡了 然後後來就陳主朱棣 即位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明朝的這個開國 其實開頭有一個很亂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對後期明朝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主要在於說他的這個皇子皇孫太多了 就是基本就是讓他殘廢掉不能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是要來這個就是說 來來做一個這個跟大家分享的 不過其實明朝還是有一些創造性的制度 他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剛才學長有提到說 朱元璋想要強化控制社會 學長他用了什麼樣的手法 其實這蠻重要 因為這個貫穿到整個明朝200多年的歷史 大概基本上都不出這個思想 我們要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朱元璋我們剛前面說了 他是出身中國基層社會 他知道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跟痛苦 再加上他希望延續他的家天下 到永永遠遠 所以他即位之後 就是他大概這個洪武被罰成功之後 國內的狀況大致安定之後 這個朱元璋就做了幾件事 簡單說有一個核心思想 就是他要把唐宋之後 我們前面說過從地方基層 逐漸撤退的朝廷的中央政府的力量 重新再灌注到中國基層社會裡面去 就是他不再 他不希望地主豪強相生 再去欺壓百姓 他希望中國社會能夠變成一個 以自耕小農為基礎的這樣的一個社會 也就是說不要再有太窮的人 在吃他小時候吃過的那些苦 簡單說這個構想並不壞 但是我們前面也討論過 就是說幾個朝代也討論過 要做到很困難 原因是因為統治技術沒有辦法跟得上 但是朱元璋還是很努力在做 所以他做了幾件事 首先第一個就是他在 這鴻武七年八年之後 他就開始派遣太學生 派遣這個新科進士 到地方上去做所謂的人口和土地的普查 很有名的就是元朝 明代初年所謂的黃冊 與榆林圖冊的建立 什麼是黃冊用今天畫展就是戶口名簿 就是記載每一個州縣 當時叫佈證史詩 佈證史 每一個省當時叫佈證史 每一個省每一個州縣 地方州縣所有的重要的家戶的人口 就是你這個縣有多少人口 每一家每一戶 各位這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一個統計 所以整整進行了大概七八年 從洪武七年進行到洪武十四年 總共派了五波大規模的調查 他先從浙江地區開始做起 然後逐漸的把它擴大 你知道明朝一開始的時候 首都是建在南京嗎 北方太殘破搞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把首都建在長江下游的南京 做了七年多 統計天下的人口 第二就是所謂的榆林圖冊 這個難度更大 同一個時間開始做榆林 什麼是榆林圖冊 簡單說就是把各州縣的土地 就像現在這一塊這樣子 各位有沒有看像榆林一樣 一塊一塊的 各州縣的土地 他的所有權經由圖示的方式 能夠很明顯的把它顯現出來 就這塊地是誰的有多大 這個就代表一件 就是土地要經過很詳細的測量 各位你想想看人口要統計 土地要測量 這是多大的一個工程 所以這個事情大概做到 一直做到鴻武21年 到了朱元璋的 算是晚期了 統治的晚期 天下的榆林圖冊才號稱 統計完畢 朱元璋當時還規定 當時還下朝規定 每十年 全國要做一次人口跟土地的普查 各位你想想看 中國是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然後土地跟人口是不斷在變化 因為土地是私有的 它會繼承 會細分 然後也會做土地的交易 再加上人口它又不斷的在增加 在增減 所以你想想看 每十年做一次 那不是你這一年就做得完的 你可能過個三五年就要開始做了 就要開始以舊的帳篷為基礎 到各地去普查 它真正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再把國家的力量 再深入到基層去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我們從明朝的兵制 也看得出來 明朝當時所實行 是所謂的畏索兵制 畏索兵制 畏索兵制一部分 有一點像是繼承 這個元代的兵戶制 還記得嗎 元代它用戶籍來做 所以畏索兵制跟元朝的兵戶制一樣 它都是什麼 它都是世襲的 但是不一樣的是 畏索兵制平日是要耕種 它也是建築在黃冊跟榆林圖冊之上 所以朱元璋當時很得意他講啊 鎮養兵百萬 不費百姓一粒米 就是這些軍人平常要 平常是耕田的跟老百姓一樣 是耕田的 然後到了要打仗的時候 你們這個父子兵嘛 所謂父子上陣 父子兵這個名詞就從明朝開始了 就是你每一家都要出兵 在衛所之內的 每一家都要出兵 也有點像唐朝的哲聰府 朱元璋當時也自己就講嘛 他是參考兩種嘛 就是士兵制 元代的士兵制度 兵戶制度 再加上唐代的府兵制度 因為他又加上壽田 他可以叫你一直出征 你就是還有這個 但是在元末明初的 這個天下大亂的環境裡面 確實他有這樣的基礎 因為當時很多土地都拋荒了 對啊沒錯 尤其華北當時非常空曠的 就是有大量荒廢的土地嘛 所以當時他就用這種方法 就是希望能夠 能夠在土地的基礎上面 建構他的國防力量 而且這個衛所兵是由 中央的武軍都督府直屬的 武軍都督府有點像宋代的疏密院 類似宋代的疏密院 就管理天下的衛所兵 各位你看 這個皇帝當時的中央政府能夠 如果按照朱元璋的理想 掌握了土地掌握了人民 掌握了軍事力量 那這就是一個完整 而且強勢的中央政府 各位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個我們之前不是有講過 從中唐到兩宋 地方相生士生的力量起來了 沒有錯 而且地方相生士生 透過科舉考試 他雖然是一個流動的 上下流動 但是這一個階層的力量始終存在 沒有錯 到了明代也是這樣 但朱元璋用的方法 是非常殘酷的 他為了要讓中央政府能夠充分掌握 我剛講這些地方的這些資源 他用的方法就是用清算的方式 其實這也從側面上提供一個經濟上的理由解釋 朱元璋晚期 為什麼大量的清算他手下的這些官僚 不只是開國的武將而已 包括這些手無寸鐵的文官 宋蓮 劉基 李善長 那這些人都被朱元璋用非常殘酷的方式加以清算 幾乎殺光的這些人 不是逼死的就是殺光 朱元璋在他的終晚年之後屢心大獄 每一次的大獄都是殺幾萬人各位 這朱元璋甚至有史學家像那個傅樂成先生 在他的中國通史名就認 朱元璋晚年的時候已經心裡變態了 因為每一次殺都是幾萬人幾萬人這樣殺掉 在歷史上沒有一個開國皇帝這麼殘酷的 幾乎把他的功臣殺光 每次殺掉這麼多人之後 就把他們的財產全部沒收 其實一定程度他就是在整肅江南的地主相生 然後把他們的土地沒收之後 再用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衛索兵制的方式 把他分配出去 分配給地方的基層百姓 就一次又一次的清洗 希望能夠達到社會扁平化的目的 不過這也種下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後果 就是明朝的軍臣關係 從此之後就不好 所以這是一個悖論 就是你明朝政府要統治中國 你還是要靠這些地主相生 你不可能不靠他們 尤其是江南地區 在江南地區就是長江下游這邊 在科舉考試之中 這些人一定會有他們的優勢 所以他們一定會變成政府的主力 那結果就是軍臣關係 就非常的緊張 明朝 未來的兩百多年軍臣關係 除了在少數幾個皇帝的時候 比較好一點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不好 不過我們先看朱元璋 朱元璋他就是一個這樣的構想 他認為如此就可以建造 他自己說的 鐵桶江山 他到了晚年的時候 他還覺得不過癮 他還要再繼續把他的幾個兒子分配到中國各地去 而且這些當時的明朝一開始 他的藩王手上是手握重兵 掌握柴稅 手握重兵 最有名就朱棣啊 那就沒錯 燕王朱棣嘛 因為朱棣 朱棣最像他啦 個性最像他 連造型都很像 而且跟著他去打 這個後來這個跟 而且是最支兵的一個 最能夠打仗的一個 朱棣是少數超愛御駕親征的皇帝 他五次打墨北 然後就自己衝進去 他最後是也死在墨北吧 對對對 最後一次 對啊 在回來的路上病死 是 所以其實這裡面 我做一些補充 因為剛才學長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突破 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先從剛才學長講最後 其實這一些藩王之兵的程度 從 這個絕對不是說說而已 因為過去歷朝歷代的皇子 大部分作為監軍 或者作為統帥 名義上的統帥 這樣的一個作法 或者是作為留守 譬如說祖軍出征 譬如說曹操好了 曹操是一個很常在清征的 那曹操當然他沒有皇帝之名 但是有皇帝之史 所以譬如說曹操出征 曹操很喜歡讓曹批堅果 他就是讓他留守 就是留守在夜城 就是曹操的自己的 當時的封地 或者是遙控著當時的許都 像這種作法 那其實這是歷朝歷代常見的狀況 特別在三國之後 這個為了要強化控制 這個避免說自己的皇權外露 所以大部分時候都會採取這樣的一個作法 比如說五代十國就非常非常常見 因為五代十國的君主各個的蕭勇善戰 所以出去打仗 基本上皇子都會去做堅果 當然皇子善戰的也很多 可是像明朝這個樣子 皇帝這麼愛親征的 這是非常非常的少數 就是五代那種是亂局 但是像這個朱棣 他已經統一天下 他當位打蒙古 他也是拼命出征 而且他是真的打 而且把蒙古打得屁股尿流 這是最後打第五次出征 甚至找不到敵人了 所以最後是在墨北上逛了好久 晃悠了好久 最後身體不行了 然後只好就病逝在草原上 我想希望你也知道 這是一個明代開國的狀況 就是說這個諸城裡面 這個諸子裡面能打仗的真的是不少 主要是因為這樣的 因為明朝他開國之後 他還面對一個問題 其實朱元璋就好幾次命令 命大將到末南末北去北伐 最有名的就是長玉春跟蘭玉 這兩個人北伐 也取得過勝利 但始終沒有辦法把元朝在 當時叫北元 把元朝在末南末北的勢力 做一個徹底的驅趕 擊潰 勢力依然非常強大 即使是元順帝後來死掉 然後這個北方 兒子也擊位 後來他就分裂成達達跟瓦拉兩部 但這兩部的力量都非常強大 後來這個等到這個朱利 朱利擊位之後 又發動所謂的五次北伐 他所謂的五次北伐 都是希望能夠把 在蒙古高原 末南末北草原這一帶的蒙古勢力做一次 希望能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 簡單講 但是都沒有辦法真正獲得這樣的勝利 所以這個明朝來說 始終是北方的一個心腹大患 這也可以側面反映出當時元朝 這個明朝在建國初期 依然面對著很多的壓力 他一方面要整頓他內部的社會經濟狀況 就是我們剛前面講的 其實這個對江南地主鄉村的打擊 到了明成主時代還在繼續 後來他乾脆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是發動內戰 取得勝利所謂禁難之役 後來他乾脆把首都遷到了北京 他試圖能夠擺脫江南地主鄉村集團 對朝廷的控制 但是這個南京還是陪都 南京還留了一套官僚體制 就像把電腦晶片拔下來插到北京 就是說有一天 對有一天如果北京不守 那個晶片拔下來直接插到南京 立刻就可以運轉對不對 他本來是想這樣了 這個其實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雙首都 也不只明代 但是他這個真的是很好 這個真的很玩味 就是說在250年之後 真的還用上了 南明朝廷在南京復活 當時真的是復活 但是這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就是說常常會出現這種狀況 另外來做一個補充的是說 在明朝的歷任朝廷裡面 真的是有少數 所以剛才學校說少數幾個皇帝比較好 主要是跟皇帝的個性有關係 這些比較溫順的 不是說溫順 比較溫和的皇帝 就是最有名像明孝宗 然後明牧宗 這幾個都是屬於跟朝臣們 很少數的幾個 比較好 那大部分能夠像是明宣宗 處的算是還和諧的就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宣宗 因為他當時是年少即位 因為宣宗是明成祖的孫子 他的爸爸就是仁宗 仁宗找死 九個月就死了 他只即位九個月 不到一年就走了 所以後來有所謂的山陽府政 主要都是成祖時期的大臣 因為少祖就需要老臣來幫忙匡府 那山陽其實已經不是明代 這個開國時期的那樣的 那一些工程家族 所以他們本身並沒有一個強大的 這種巨大的那種勢力 雖然他們都也很有影響力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悖論 就是明朝政府試圖能夠建立 他很想要建立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 但是隨著時間的演進 他的皇冊跟榆林圖冊 還是逐漸的敗壞了 就是他的社會經濟制度 就朱元璋當初所設想的這套社會經濟制度 還是逐漸敗壞 主要敗壞的原因還是在於統治技術跟不上 因為你要不斷的統計 你要有好的一些數字 你才能夠把這一些 你試圖掌握的東西把它掌握住 但是他沒有辦法 明朝用的方法就是派遣太學生 跟新科進士到地方上去 那你到的地方上去做這些普查 你要靠誰 誰幫你把這些數字送到你面前 還是地方官立啊 那結果就是這個數字永遠不會確實嘛 他們永遠都有一句話嘛 這個嚴懲豪強隱匿填產 你可以在明朝很多造術裡面翻到這個 那沒有用啊 這些人怎麼會有用呢 他賄賂地方官就搞定了 而且很多地方官 他要利用這些利源嘛 這些利源就是在地方做事的 這些很多都跟當地的世家大族是一貫的嘛 那怎麼可能除掉 所以這一套大概到了仁宣之後啊 就是明朝的我剛講了 朱元璋這一套到了仁宣就逐漸走向敗壞了啊 後來這個衛所的所謂的屯田兵啊 也大量逃亡 甚至土地還被私自交易買賣啊 被地方豪強所佔所佔據啊 所以到了大概明朝的 大概到了政德佳境之後 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壞啊 也無兵可用啊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 比如說你看到了這個政德佳境之後 當明朝發生內亂外患的時候 主要靠的是什麼部隊 靠的是這些官員在地方上所召集的 襄泳 對 襄泳團隊 變成這個樣子 襄泳團隊後來從明代到 甚至到了清朝末年 都變成中國國防的主力 所以這就很荒謬 就國家的部隊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支應國家的需要 其實跟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一個演變 甚至於崩潰都是有關係的 是所以我最後補充一個就好了 大家就想一個很簡單 在現在有衛星空灶圖之前呢 事實上你家的這個土地的界線啊 都畫不準 我們這樣就是啊 我們家這個主措拆掉之後 那個留下那個空地啊 那個被隔壁鄰居侵占了 大概有一兩公 這幾公尺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不是故意侵占 因為當時畫界就畫錯了 後來空灶圖一照 為什麼一照 因為當時主措打掉之後 我阿姐啊 他呢 為了要蓋他的開心農場 那因為已經分訪了 所以他們那邊是我公訪的 那個是我唐叔啊 就我也叫阿姐 然後這邊是我爸兄弟們這一些 我叔伯 我伯伯他們在加我爸這一綁 就我們在 他說他因為他怕就是侵占到我們 所以他雖然整個土地一起管理 但是他的主要建築物畫界 就是用空灶圖畫界墊下來之後 然後就有一次我們就回老家 他說他就跟我爸講說 欸 欸 你那些土地啊 跟欠借的 他們的那個廚房啊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廚房啊 是在你 在我們的土地上面啊 我說這個真的是也是很頭痛啊 要不拆嘛也不知道 永遠話不清楚 對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學長講的非常好 就說這個要維繫很難 但是他還是一直有在做啊 他不是都沒有做 譬如說前面我要補充解釋說 為什麼這黃偉策是康熙40年的 因為很簡單 到了清朝還是引用明治啊 他還是有在做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這些資料 這個明代的很多資料是散意掉的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 比較可以找到的 所以譬如說包括 到了後來朝廷只能假裝 這些數字是對的 對因為祖宗家法不可為啊 假裝這些數字是對的 那就給了這些地方上的 這些地主相生 很大的一個上下起手的機會嘛 根本就沒有在按土繳稅 沒有沒有在按死繳稅 都是按土繳稅 這就是後來明朝中晚期 他的整個財政系統的崩潰啊 這就帶到後來 為什麼他要進行一些改革 如果他不進行改革的話 他的國家就維繫不下去了 可以這樣講 所以大家就看到為什麼 魚鱗圖車是萬曆九年的 這個就有人去對過 黃仁宇先生說啊 到了民國時期 很多中國地方上的帳策 還是用萬曆年間的 清朝兩百多年 號稱只有在康熙的時候 康熙五十年左右 做過一次全國的人口 跟田地的普查 但是這一次的普查 被認為只是須有其表 因為很多地方官直接拿 康熙年間的帳策就交差兩次了 這個帝國就充滿著一個危險 這個在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來看 這個帝國當的統治就不上軌道 明清兩代都面對這樣的問題 清朝只有一次做了比較 就是地方局部性的 做了比較徹底的到基層的普查什麼 就流民團在台灣 是 做了一次 不過學長這些精彩的故事 我們應該要留在下一次來跟大家說 所以我剛才最後 我要跟大家補充說 為什麼是萬曆朝很簡單 因為萬曆有個千古名城 叫做張居正 他精彩的故事 我們下一講應該會說到 OK 今天非常精彩的時間 還是很多豐富的故事 但是我沒辦法一次幫大家講 我就期待下一期再下見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謝謝學長 不客氣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支持歷史課 歡迎通過PayPal或綠界來贊助我們 也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直接來做超級留言 或者是加入會員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OK 忽來做台不是忽來亂講 是找立本老師來認真做台 我們下一期再相見了 拜拜 OK 順著 關手 這位分鎖